不过我们刚刚看到这位公务员他会忘了监考 居然是为了忙行政院工程会替自己人来征婚的这个网站 这样的情况让葛葵吴敦毅今天也忍不住说实在是太扯了 工程会的主管今天也因此开了记者会排排站道歉 不过还是挡不住立委们连番炮轰 我特别为这个事情像87位的考生 是最深的签衣 由住人范囊秀带头一字排开的工程会主管鞠躬道歉 大家脸色很凝重因为这一次闯的祸 重创工程会形象连葛葵吴敦毅都忍不住生气了 很离谱啦 那你觉得这一定要惩处对不对 会依照行政程序吧 黄毅发是记过一次 然后他的科长跟处长都申戒两次 也很快的上个签诚给院长自行处分 被记者一只小过闯获的黄毅发有上班 但是没有亲上火线 考试的前一天他为了工程会的征婚网站 忙到了凌晨 假日又进办公室加班 直书长官肯定他认真的工作表现 但社会监考官却忘了考试日期 怎么说都是错 立委们炮火也很猛烈 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 那这个他是说爱情重要 所以这征婚比这个工作更重要 所以忘掉考试 为了这个我爱红娘的网站 这么样热衷 工程会的官员好像少跟金 政府办的职讯考 身为公务员的监考官没来 是因为忙着征婚网站太累而忘记 离谱行进不仅立委生气 相信付薪水的纳税人也很难原谅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